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15分五篮板 五助攻四十五进账 可以说太阳双子星低迷是输球的关键 泰伦卢纳神奇的0-2定律又起效了 首轮0-2落后独行侠 最终4-3进级 次轮0-2落后绝世 连赢四场 最终4-2进级 如今昔觉0-2落后太阳拿下了G3 快船又要实现一波逆转了吗 但这一次美眉没有站在快船这一边 因为他们认为保罗与布克不可能一直低迷 雷吉也不会一直神奇 乔治30% 4.6的命中率正27.3% 的三分命中率表现并不好 根据美眉Feverster Ties的预测 快船1-2太阳晋级总决赛的概率只有22% 太阳2-1快船晋级总决赛的概率有78% 太阳的克里斯保罗已经付出他 会在下一场比赛找回感觉 而快船的核心小卡依旧无限期缺席 从夺冠赔率来看太阳依旧是联盟第一 他们有加125至加140的夺冠赔率 雄鹿加140至加150排在第二 排在第三的快船与太阳差距很大 快船是加650至加700 很明显太阳更被看好晋级总决赛 乃至拿下总冠军 没有小卡的快船根本不被相信 难道说这一次真的没有奇迹了 小卡不付出的话 太伦卢无法实现第三次逆风翻盘了吗 其实逆风翻盘是小概率事件 NBA历史上第一次有球队 能在两轮2比0落后的情况下逆转 若完成了三轮 2-0逆风拿太伦卢都要封神了 竖掉西绝才是正常事件 逆风翻盘是很小概率的事件 文言小白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